有人抢着争渡马总统 不过嘉义市长候选人陈以珍 是不是技术性在逃避总统牌加持呢 因为今天马主席登高一呼 要大家听以珍 可是当选人却没到场 还让嘉义市长黄敏辉是支支吾吾的回应 可是为什么没到场呢 或许原因就跟绿营的操作大有关系 让大家都了解到 陈以珍是马英九清典 中国国民党提名的候选人 高举标语投给陈以珍 就是支持马英九 借着马总统来拉票 绿营再把握机会大做文章 马英九下台 但举牌没多久 马上被警方驱离 在场内的马总统没受到影响 在眷村铁票区开奖败票 以珍的亲切细腻诚恳踏实 让我感觉到 他来继承敏惠九年的贡献 我们说非常的恰当 他就说对不对 对 支持者人手一支陈以珍旗帜 挥啊挥呼应马总统 但是怎么讲了半天 就是没见到主角陈以珍 一旁的嘉义市长黄敏惠打圆场 因为以珍他现在在一个 那个据我所知 在一个云里同乡会那里 还没有办法脱离 不过我们已经跟他讲过了 你就好好在你基层那里 好好努力 我想这边我们一起来为以珍加油 虽然说选前行程紧凑 但之前立法院长王金平来嘉义 陈以珍笑开怀 两人喊两度合体扫街 对比这回总统只一人 也凸显在浊水溪以南的唯一蓝天 总统牌未必能发功 约翌日与张水平黄一辰 嘉义报导